这个女人醒来时 发现自己居然躺在一口棺材里 接着很快就被人推进焚化炉中 熊熊大火瞬间燃烧起来 女人拼命喊着救命 可外面的老者却丝毫不为所动 谁知这时 女人居然发出常人无法想象的力量 将棺材破开 然后强行打开焚化炉 顺利逃了出来 女人怎么也想不到 将她推进焚化炉的居然是自己的父亲 不过她也只是稍稍错愕了一会儿 便很快恢复了平静 因为这几天发生了太多匪夷所思的事情 她相信这个叫做丽雅的女人 其实已经死过一次了 早在三天前 她的尸体在一片荒芜的草地上被警察发现 这在小小的城镇里算是一桩大新闻了 于是警察决定先将尸体送去解剖 学知手术刀刚刚插进去 丽雅居然活了过来 转眼两天时间过去 丽雅从闭床上醒来 便看到一直陪护在身边的哥哥 从对方口中得知自己死而复生的消息 一时间根本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别说活过来了 就连自己怎么死的 她都一点印象没有 医生对此的解释是低温症造成的假死现象 不管如何能够活着终究是件好事 丽雅特意购买了一大堆零食 来填补身体的饥饿感 回到家后 她从哥哥口中得知 在医院的这几天 父亲从来没有看望过她 这让丽雅心中很不适自卫 当她想要主动去找父亲时 对方却一直躲在房间中遍而不见 这让丽雅心中产生了一丝怪异的感觉 不仅如此 丽雅接见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好像也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变化 当她吃起巧克力时 居然味同嚼辣 感觉不到任何美味 而且她的听力也变得异常敏锐 在楼下居然能听到楼上哥哥和嫂子的悄悄话 于是丽雅再次回到当初死去的地方 有些熟悉的感觉 让她终于记起自己的死因 原来丽雅是被一名男子杀害的 可惜没看清凶手的长相 丽雅瞬间慌了神 连忙跑到警察局 将自己遇害的事情告诉警察杰克 杰克是丽雅的同学 从小就喜欢对方 看到她神色慌张的模样 并没有将凶手的事放在心上 反而不停地安慰丽雅 认为她只是因为死而复生 精神变得有些亢奋 之前尸检时 可没发现遭受攻击的痕迹 丽雅见对方一脸的不相信 于是气愤地走开了 杰克有些放心不下 主动将她送回家 才转身离去 随着丽雅一进家里 就发现父亲正站在自己身后 不停质问她跟警察说了些什么 丽雅刚想发飙 忽然发现父亲正神色一样地望着自己 接着像是发现什么可怕的存在一般 匆匆转身上楼了 这个父亲太难了 距离得着女儿的死讯还不到一个小时 他又接到警方的电话 声称女儿又活过来了 可父亲听完后并没有想象中的惊喜 反而地山骂了句该死 当女儿活蹦乱跳地从医院回家时 父亲一直躲在房间中不肯出来相见 因为他意识到某件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 只见父亲从储物柜中 拿出一台老式的录音机 里面是他死去妻子的留言 原来妻子也经历过死而复生的事情 可是后来渐渐变得残暴是血 给整个家庭带来无尽的麻烦 录音最后妻子给出的忠告是 所以父亲得知女儿丽雅死而复生的消息后 能感受到的只有恐惧和不安 尤其是当他看到丽雅和警察一起回来 十分担心女儿的衣装被察觉 不停追问他和警察都说了些什么 可还不带对方回答 突然看到丽雅的瞳孔变成了绿色 这让父亲意识到该来的终究还是会来 于是他决定趁现在还来得及 得赶紧消除掉这个隐患 只见父亲将丽雅叫到自己房间 忽然抱起将她击晕 然后装进一口棺材中 连夜开车来到自家开的殡仪馆 将她连任带棺材推进了焚化炉 丝毫不顾女儿在里面大声呼救 父亲明白只有将她烧成灰烬 才算彻底消除隐患 想不到丽雅死而复生后 力气也变得奇大无比 居然瞬间破开棺材 扒开了焚化炉 在被烧死前奋力爬了出来 父亲见事不可为 准备说出有关他母亲的秘密 只要听完家里的录像就能明白一切 谁知这时意外发生了 丽雅也想不到自己的力气会变得这么大 居然亲手杀死了父亲 警察很快来到现场进行初步侦查 看现场痕迹 很像是父亲失足摔跤 导致意外死亡 可法医出去的事件报告 却让警察大吃一惊 死者肋骨有明显锻炼痕迹 说明他并不是意外从楼梯上摔落 而是被一股奇大无比的力量推倒所致 这显然是一些恶性杀人案件 杰克在联想到 此前安雅告诉他凶手的事 越发觉得这起案件变得复杂起来 在经历了愧疚和痛苦之后 丽雅决定继续探索自己身上的秘密 于是他来到父亲的房间 打开了老式录音机 听完后终于知晓 父亲要杀死自己的原因 可丽雅认为这些录音只是无稽之谈 里面说死而复生后会变得残暴是血 可他明明没有这些症状 此时的丽雅并不知道 该来的迟早都会来 现在没有 也许只是时间没到而已 这个女人怎么了 自从有过一次死亡的经历后 身体变得越发怪异起来 吃起美味的巧克力味同嚼辣 可看到身体中流动的血液 却有种莫名的渴望 在卫生间清洗身上的污渍时 原本想要损失掉领口的血迹 谁知却意外品尝到了世界美味 从此他便打开了一道新的大门 见到流动的血液 就控制不住想要凑上去 为此还引起不少误会 可丽雅还是克制住了心中冲动 她终于认识到自己的异常 于是很快来到医院 希望通过科学手段找出原因 谁知医生告诉她 检查结果一切正常 可丽雅明明能感受到 自己的身体正在慢慢发生诡异变化 和哥哥吃饭时 一些细微的声音 在她听来却变得异常刺耳 甚至忍不住拍桌子 冲着哥哥怒吼 对鲜血的渴望 也变得越发不可控制 丽雅这次再也坐不住了 连夜来到自己工作的养老院 平常她就经常给眼前的老人抽血 这次抽血虽然是在半夜 可也没引起对方任何怀疑 当看着鲜血缓缓流入血袋时 丽雅甚至有些迫不及待起来 好不容易等待抽血完毕 丽雅犹如酒汉风甘露一般 忍不住当场畅饮起来 可当喝完后 身体中的饥渴得到满足时 丽雅又陷入深深的自责和恐慌中 当她周试好准备回家 老人忽然开始剧烈颤抖起来 丽雅想要抢救 却来不及了 老人已经停止了呼吸 心急的丽雅赶紧按下床头的警报器 可当看护人员要进来时 确认老人无法被救活后 便默默走出了房间 丽雅肩壮连忙从床底下爬出来 想要赶紧离开这里 却悲催地发现房门被翻锁了 倒霉的丽雅就这样等了整整一夜 当她发现门外有动静时 再次藏在了床底下 进来的居然是她的哥哥 父亲死后 哥哥就成了家族产业殡仪馆的新主人 这次过来是准备托运尸体的 为了方便将尸体抬到运输车上 得将病床升高才行 丽雅现在想死的心都有了 要是被哥哥发现 她该如何解释 好在只是虚惊一场 丽雅最终顺利走出了养老院 这次摄取食物的经历太过惊险 再加上有违道德的负罪感 丽雅决定以后无论如何也不干这事了 狠下心来将剩下的血液全都倒掉 血带也扔进了垃圾桶 可事情哪有她想的这么简单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丽雅的眼珠已经开始出现绿色斑点 有时候还会不受控制的彻底变绿 而她的听觉也变得更加敏锐 隔壁邻居家的除草机发出的噪音 让她异常难受 终于忍不住跑下去将她一脚踢烂 顿时整个世界都清静了 邻居见了立即破口大骂 可丽雅居然瞬间发起狂来 抓住邻居就是一顿暴打 警察朋友杰克恰好经过 连忙跑过来劝架 谁知却被丽雅随手一推飞出老远 直到此时丽雅才恢复平静 看着眼前倒地的两人 简直无法相信这都是自己干的 于是飞快逃离了现场 杰克此时也被丽雅的大力气 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猛然想到她的父亲被怪力凶手 推断肋骨的事 很自然地将凶手和安亚联系在一起 于是立马打电话给对方 想要跟她当面谈一谈 可此时的丽雅哪里还有心思接电话 刚刚的狂躁冲动 让她现在想要吸取更多血液 连忙将之前丢弃的血包捡起来 给吸个干净 可这些残留根本无法满足她 就在这时 丽雅恰好打开手机 看到杰克找她有事的留言 居然鬼使神差地走到了杰克家里 坊间的光亮让她有些恍惚 不知不觉便倒在了杰克怀里 缓缓闭上了眼睛 当第二天醒来时 丽雅惊恐地瞪大了眼睛 此时的杰克居然浑身是血地躺在一旁 这显然都是丽雅的杰作 以上就是枉费新剧 无视小镇的前三集内容 这部剧一共六集 想知道丽雅后来会有怎样经历的朋友 记得持续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